我没激动啊 我激啥动啊 就是这种 就是点名到信 不觉得自己丢人的 这种就是 我理解啊 那加油压 你要来了以后 我拉你上麦啊 我说实话 你就是这种点名到信 点你家名到你信 完了回头 那个视频也好 啥也好 证据全给你拿出来了 完了你再觉得不觉得丢人 我说不好听的天 你这不是不要脸吗 人质贱则无敌啊 人不要脸 那你谁能咋地你啊 你是在 你是在劝咱家不要脸呢 还是劝咱家人不要脸呢 你 你就 你这不是属于 纯纯就是属于 对吧 你太狭隘了 你是真能扣帽了 不是他的事 不是他的事 是刚才那个 那个媒体人的事 媒体人的事 我先我先连两个人 完了那啥 完了那个 调麦 一开连麦声就小 你俩你俩趴着别动啊 别动啊 别动 能听到吗 能听到能听到 你俩别动 哈喽 您好 等会儿啊 就拉两个人 潮纳就是今晚能继续 我拍的 我做得够长 继续 马哥 来给点举吧 没有没有哥 给点举 给点举吧 这外区上 瓜俩一级小费大哥 什么意思啊 没有 我给他连麦呢 我一连麦声就小 我找你来调麦 调完呢 我走了 调麦啊 你慢慢调吧 好了吧 这颗好了吧 好了吗 好 你俩听我说话 真还小吗 不小 不小来吧 不小来吧 有杂音 谁先来 对 谁先来 麦麦麦口 麦麦麦口 你先来 来你说吧 我英哥英哥哥 从饭连上你了 那个加油鸭 你回来了以后 你自己打字啊 你自己打字 其他人去你 其他人都敬善你 这个立场跟您是一样的啊 确实 有军意 就是想 呃 就是想跟您聊聊 就是像那个 因为我 我是 您那边我也去过 然后北加州待过一年 嗯 然后在英国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然后我就是立场 肯定跟您一个立场 然后就是 因为我经常那个油管嘛 嗯 就是近阶段 就是从就是看了您这个直播啊 以及您的视频之后 就是感觉就是 就是有一个媒体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VOA Voice of America 嗯 那个那个不太不太好说 帖子 嗯 那个就是说 他我最近看着 就是近一两个月 播放了好多好多走线的 就是咱们国内的 这个东西我就不再细说了 曾经有一个咱家走过来的 还是个博主 都那那他那一道那视频讲话 他记得可是真详细啊 到哪一步了怎么走 那视频都扔到移民间监狱上面 那个那个大电视 可能挂的播 循环播放 这都是这刚才就是上了叫板 是啊 你怎么不敢黑啥 那都没看着 那都丢老人了 大哥自己脸也不说 也不言言没跟人家播 也没说给他打马赛克 知道吧 都扔移民间监狱去了 全世界各地难民都得先参观一遍 你想本地的人能不能看见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 他们如果接受了这种 这一类的媒体的这种拍摄 对他们是不是这些文件有帮助 还是什么 对啊 就是证据嘛 而且这些 你首先你自己一个美国大英国 你不知道吗 这些人今天申请的是啥 你不知道吗 BH是吗 对不对 这有个理由 对 你说咋的 我认为我是个塑料购物袋 我是沃尔玛购物袋 所以我来的 那肯定不行啊 对吧 你理由编 因为这些东西完全是 是啥理由 基本上都是洛杉矶 洛杉矶或者是美国本地 这边的所谓的事务所 中介给你编的 根据你个人情况 给你量身定做的 这些东西 有一句算一句 你但凡申请 别是哪句不是坏话 这数据不是来的吗 明年人家统计完了 说来吧 现在走线 我停了一年了 根据我这个统计 2021年到2013年 完了 那个从你家来的 来了五万人 这五万人里面 基本上五万个 那都得骂娘 不骂娘能留下吗 你从你家来了 五个五万个骂娘的 骂娘的原因 是这个那个的 你承不承认 真拿端出来说的时候 玩咱家咋的呀 像刚才那个 俩人似的 不回答就得了吧 就往那一坐 跟没听着似的 能行吗 对吧 对 对 那不得 给人添砖加瓦去 你不是给人提供证据去了吗 完关键事 人家又爱你了也行 你讲话 你连个工卡都得排一年 才能下来 这现在我都 我都说了 就是现在还没发生的事 我说就没人信 我原来我就说 我说等人家够的时候 肯定是关门的 你就美国一贯政策嘛 缺人的时候 大门四开 来吧 欢迎你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你是难民也好 优秀人才也罢 你都来 人够了八门一关 不缺人了 以后不是墨西哥本地难民 不让进了 就说白了 给他小弟留口饭吃 完其他人不让来了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开始抓 谁来谁穿的这事的 那个现在这是舌头 大舌头 干这个业务的进去多少了 对不对 下一步是啥 下一步就查这些大哥税呗 税收问题呗 我我工卡都给你发了 你不交税 那些所有跟你说 美国刷晚一月挣三千的 那三千报完税不是剩两千二啊 两千二百七吗 你不你报了吗 你问他吗 就给你拿现金 一打一打给这拍的 哪个报税了 都不报税 下一步你看不抓 他们都怪了 直接抓吧 抓完了以后 等你你的利用价值 全都给你利用完了 老实的 你觉得你能报税的 你愿意交二分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的税的 那你留下 你在我这接的证 你想说 挣三千块钱 交百分之二十岁 交完了以后还剩啥了 自己自己分逼不花 一分不花 他跟美国本地打工剩啥了 剩一万多人民币 对吧 你愿意交税的 让你给本地呆的 不愿意交税的 你全国死去 你乐走走乐哪儿去 拿这一波证据 和拿这一波数据 来吧 你咋说 这不你家人 回头让刚才那两大哥 上来出来 那不是 那跟我没关系 那他垃圾到哪都垃圾 跟我有啥关系 能行吗 对不对 那像这些 就是前两天 听您说的这个 鼓吹的 他们的这个 直接定罪了 美吹已经下方案 那不是 这个能给他们定什么罪呢 这段案 是法案是这么要求的 说鼓吹怂恿 或付出实际行动 然后就是等于让其他人到美国 就是以非法途径入境 这是重点 或者是打工的时候产生非法行为 明白吧 就是你 你首先你走着进来的 那你说我飞着进来的 我正常来的 飞着不也是BH吗 那这你申请BH 可是不分不违法 但你的你工作时候 不说白了 后续就是你不交税 你没违法吗 谁叫你这么来的 打餐馆三千万一月 分避税 可以不用交全现金 谁告诉你呢 这不就给你扣上帽了吗 等于等于你在上面吹的 在上面鼓吹的 和下面干活没一个好人 一锅端 一棒全打死 那就是给这些鼓吹的这帮人 能给他们定什么罪呢 扔里头啊 就是属于你 那肯定扔里头 你被被告啊 哥们 你是被谁 被政府告啊 那美国不是有保释吗 你只是鼓吹 让这些人来的话 以不法渠道来的话 那你就是属于舌头罪 你舌头吗 那这个可以保释吗 你能交起钱呢 没问题啊 你这个地方是个money talk的地方 你能交起就行 三百万 五百万 你能偷吗 偷我就让你除去 偷不了你一个里面待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跟你求证一下 因为我离开这个加州有五六年了 然后我就是 因为我在北加州待那一年 我所接触到的就是 但是这是一个可能一个民生的问题啊 嗯 就是我感觉那边的 我至少 你想 我在San Jose Milpitas 然后包括那一带 就整个湾区那一带 Palo Alto那一块 Sunnywell 他 我接触到的 基本上的中产家庭 是 没有空调的 你们南加州这边是什么情况 你这 你这有点没黑了 铁子 你这不是扯大的吗 Milpitas那边没有空调 你不开玩笑的吗 我还真的去过好多 你接触的全都是啥Mobile Home吗 你全都接触 不是不是不是 House 都是House House不存在没有空调 首先 首先北加州没有没有制冷空调 这个是有有这可能性的啊 因为北加州本身就是夏天也不是特别热 前几年 北加州属于夏天那个温度还算可以 白天20多度到30以上都少 晚上都十几度 现在这最近就洛杉矶这个气温很反常 这就已经七月份了 现在就是原来个往年都40度的天 现在还20多度 晚上也十几度 在在加州整个整个加州这一长条里面 没有冷气是合法的 这我给你提供房没有冷气 我是合法不违法的 没有暖气是违法的 他们家家都有暖气 南加州不用暖气吧 南加州也得用暖气 没暖气都违法 还行那行我知道了 好反正有局感谢连线 感谢您接受 好 来来下一位 来小黄裁缝铺 那加油鸭回不回来 加油鸭一会跟那个正经油条 说你俩一 你俩绑一顿 你俩概念挺相似 绑一顿咱啥喽 来小黄裁缝铺快说话 赶紧抓紧 就是那个油条他说的呀 我就说一句 那个鲁迅他为什么是 奇异从文呢 对吧 这个东西有病 家里面人有病 你难道不去治吗 你难道把它丢掉吗 对不对 你没有格局 你狭义了 狭爱 你不能妨碍别人去 爱了 你既然提鲁迅名字 你就稍微尊重一下鲁迅 尊重一下文学说话音 对呀 那你自己你不管 那你不能 你给下面点赞 不行 你容易让人攻击 一会儿他站在攻击你 刚才那狭义哥 你不破房了吗 对不对 你留我说 就破房了呀 这个东西 他自己 那为什么呀 难道大家都要团结一些 对吧 你就比如说 现在搞的那些对立 不管是什么对立 他就是在分化别人 那咱们就有一个点 就是咱们 咱们村就是团结 你 不管他是有病或者没病的 他都是我们同胞 对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就是咱们就是深挖一挖 看看人家咋认为的吧 听听人家咋说的呗 是不是 对呀 有病呢 咱们就治 把它治好的就好了 应该就在这里在治病 对吧 好来 感谢侠义的 感谢我小黄侠义哥 哭哭嘲讽 我先嘲讽你 你先回头他们嘲讽你 你明白吧 啊 好了 感谢小黄侠 小黄侠义哥的那个狭义行为啊 来 下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名咋念 我也不会念 你自己念一遍的四眼怪 这个叫Schultz Schultz 我来听说 就是我是一个外语系的学生 然后我有几一点我接触到的这个国外的信息比较多 然后尤其我们身边同学 我就在紧张 尤其我们身边同学出去的也比较多 嗯 我呢就是今天想我现注册的话过来想跟你问三个问题 我给你配一下吧 我之前有个 等会儿 我我又没有以示尊重 呃啥意思 啊 喂 我今天就是我是学日语的 然后我之前呃 我有个前女友 然后呢他有一个表哥 是高中毕业上了个大专 然后去这个美国打工 当时是18年嘛 当时我也比较那个年轻嘛 然后就是他 我看他去美国啊已经赚了钱怎么样 我很嫉妒他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 他是就是说我这四年的本课百念了吗 就他去了之后一定过得比我好吗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你我们不能看眼前的东西 你我那你你其实你举的例子很简单 哥们那你等你上你上高中的时候有人高中不见了 上台球厅去当那个当服务员去了 你高中一天三块五块生活费 你还你还紧着花的时候 人家已经一个月挣几百块了 难道你就是你你俩就只局现在十六七岁那一年 比谁好谁坏吗 你等你从大学毕业里面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对象都没少处了啊 那他干的活也也先进了对吧 也多挣了等到你真正毕业那一天的时候 你离开校园那一天的时候 你拿你的学历和这哥们再去比未来的生活的时候 那就这不等于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大抗吗 是这道理吧 哦 对吧 你跟他高中去当寿司师傅 当当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眼前能正身生活费 那都是你挣不来的价格 确实没错 等有一天你拿着你的学历 除了在这道社会上 你会你也去跟他干干寿司去吗 嗯 那是不可能的 你俩的你俩未来说话脸不一样啊 你只看眼门前这点活到二十不活了 善号从练吗 呃 还有个事就是 呃 可能 老师们吧 就我们毕业之后 老师可能会去介绍到日本去给泰军刷池子 哈哈 就让我们这个 念四年本科日语语言文学的 嗯 介绍到日本刷池子 一个月两万多人民币 嗯 然后我当时心动了 但是后来回来 那你那你学日语的意义是啥呀 哦对啊 我爸给我一嘴巴 他说你你学四年 这晚上你上日本刷池子去 哈哈哈 你不是那你这是处于纯纯奔 大王后路去了 大王学英文 刻苦学习学英文 为了扯强皮的时候喊上 发科谢的你这是过去刷池子 一边刷一边给 搜嘎 你搜嘎上来你站着 那你学日文干啥 你直接刷得了吧 对 对我是后来一想也也是比较抽象 这个有点 然后后来听说 你确实有点抽象 他这个老师 你这学的是什么膝盖破碎学吗 怎么直接学跪下了呢 不来吧 我听说吧就是老师从中间还能拿那个 那个啥 就是拿个提成 我就感觉到挺正常的 哈哈哈 你太军刷池子 哈哈哈 我就是真的我们我不具备这个语言天赋 我要具备一些你像这种学四年的语言天赋 我天天上他们的网站上去讨访他们去 我天天去破他们房去 哈哈哈你干点有意义的事你整完你要刷纸子去 你咋想的啊 对 还有个问题就是就是昨天嘛昨天晚上就有一个同学原来挺挺爱咱家的嗯 但是呢可能是特殊时期是不是受了点难胃啊 就打过来电话跟我聊天嘛 然后张嘴闭嘴就这个那个了 开始沾点骂娘了 你说咱家这不好那不好了 哎对 沾点骂娘了 然后又跟我老嫂长来了 怎么又给阿前第一路上来了 去申请那个澳大利亚的学校 我就感觉挺感慨的 就是这个小孩之前特别爱过 嗯 就这是啥情况 怎么会出现这种人 嗯 在那个在那个特殊的拐点 你可以这个这个事是个这个 我说的事你应该知道是啥事啊 就这个事它是个历史事件 在这个历史事件时候产生了一个拐点 很多人你真不能你不能说大部分啊 就很多人确实很多人在这个拐点的时候 至少一只脚卖错了 有都有点不满意了 但是最终就是咱们说当时嘛 因为是当时在这个拐点 在这个在这个事后再去看的话 那确实是你就看你纵观全世界吧 你哪个国家你咱家这个选择是最正确的了 伤亡最低通胀最少 对吧 昨天一顿闹 昨天跟他一顿闹 就是他就说我出去的时候肯定比你混的咋的咋地咋地的 我就感觉就是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你嘲讽他 你嘲讽他呀 我咋我刚才咋嘲讽你咋嘲讽他呀 哎呀 对吧 就感觉挺挺挺惆怅的 原来关系特别好 然后后来这不一成这情况 我也不想他联系了 该不联系 你也不用不联系 你等当个当个笑话看吧 哥们我也不 我也不是在说说这个鼓器的话 让大家听 十年 十年八年是长远大目标 三年五年是短期小目标 两年之内 你就能看见最大的变化是啥 咱家的很多市场上面等于包括商业 他们都是在洗牌 他会啥会突然就这个人就变得 前一天非常就是啊 我跟人描红 第二天就开始骂娘的 就过一段时间 就不知道受啥刺激受啥 对 因为一出国了以后很多很多小视频 他们能看见 我有的时候我都想吐槽这东西 我昨天 我昨天那个 就是我那个 我原来手机里有TK 就有TikTok的软件 我不怎么看 我这个新的手机里面也下了 但我从来没开过 所以他在再次打开的时候 他让我登录 我登录上了以后 第一个视频给我推荐的 就因为我登录的时候 不得不得有我个人信息吗 我是我语言偏好什么这些东西的 第一个视频给我推荐过来的 就是属于海外集体骂娘这种视频 我咋 TK跟咱家是这个 跟我抖爹是一点关系没有了 对吧 你就是我告诉你那些人 因为所谓的那些人出国了以后 他一旦打开这种软件平台 包括你说 刚才什么看油管看啥 一旦打开这种平台 真说你这个三观没有那么硬的话 你的主意没有那么正的话 你真容易让人带歪 因为那是咱那上面是属于个风气 而且发那个东西 很多人 就像我跟你前面那哥们讲的 他落地了 为了在本地申请BH留下来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资料 你不能你进来的时候 你随口一说 你是你就是 你觉得不好就不好 你得有证据吗 所谓的证据就是举牌子 过去举牌子 先让人录下来 然后在网上发表这些 这些言论啥的 让人给你删掉 交个透明状 你是感觉跟交透明状似的 对 所以说你会看到很多 在海外华人曾经干过 干过这个事 就是刚来的时候干这种事 然后很多人新到国外了以后 他还看见那些视频 那我看到国外了 我看看国外 全是这玩意 全是这玩意 说白了 谁不明白咋回事 你在这 你在这要伸张这伸张那 真让你干点啥事 你去吗 不去 最终无非就是要了个露点视频 完了回头拿去 让自己律师申请 当自己证据用 都挺自私的说实话 他完全不考虑 就这个行为能带出多大一个影响 我就不管 我就正常我申请我的 我回头吃着我两块钱排骨 一块钱牛奶 我就够了 我挣三千块钱 我不报税 我就能活了 挺自私的 那这种 他出去之后还会改官吗 就是你想我这个 挨久了就会了 我刚来 我没说 我很诚实 我说大头鹰你在这 你说自证强缘的 你考虑不到考虑 我刚来的时候我存美吹 我存美吹 我存反贼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我真是存反贼 我连 我连在马路上看见 老外的垃圾箱 我都得歌颂一番 我都得讽刺一下 我都得阴阳怪戏一首 真事的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觉得咱家啥也不敌 你看人坐马路上 一人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How's going 你好你高兴不高兴 人家给你打个招呼 咱家咋子 这个也没感受过呢 我看人家啥都都都觉得好 妈你看我英文不好 人家没人家没说歧视我 也给我买也给我拿了 还慢慢跟我说 我当时拿文曲情人 我十来年来的 有那不懂的 人家还给我在文曲情人拼 哎你这个这样的 我那文曲情人好 到晚那个键盘 不是按咱现在这个键盘粉的 他在ABCDEFG那么连着 那么粉的 那人还给我翻译 我说的是啥意思 我说你看这人多好 我连呼吸我都觉得外国好 只能待久了以后 你真正接触这社会了以后 你等你懂什么叫皮笑肉不笑以后 你就是你就觉得啊 你就你个本地就是属于有玻璃天花板 有圈限制你啥也不能想 你明白吧 你这个圈你华人圈 你就挣华人圈钱 你华人想卖出来就卖出去 我想挣老外钱 你要不给人打工去 你说我想整个买卖 挣老外钱挣不了抱歉 明白吧 你真的你等身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你那个哥们真在国外待了 待了十年八年 他真正自己在本地有造诣 有公司了 真正去跟老外试图说那个 跟老外跟全世界人同胎竞技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啊 我感觉闹了半天小丑是我自己 我到海外也只能跟华人圈混 你就互联网上这么多吹牛逼的 你看哪哪个去真正说在北美市场 在美国市场我杀出一番天地 我跟跟老外同胎竞技了 你哪个你看过 对不对你就现在想吧 咱家大佬也罢 有钱的也罢没钱的罢 有知识没知识罢 出了以后不都这水平吗 是不是我就不用想就是 就是出国不是我的一个选项 我一直认为是这个 所以我不用想就是他们 如果你有正直的三川 你有好的自控能力 你出国去看一看全世界有的是 咱也不老挑人不好 我还是那句话 美国还有他好的地方呢 对不对咱出去学习学习 见识见识 放眼全世界 你日本也罢 美国也好 他哪个地方都比咱家强 也不如咱家的地方 你真正能分清楚差距 知笔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吗 对不对 你出国去学一学十一长计以至一 这东西是我们该有的 是不是 我以前也比较这个不喜欢的家 但是大学的时候有个项目 就是跟港大一块走那个去 18年去雅加达救了个灾 我感觉就 咱家里的好 我就感觉到他那个地方 所以你不去世界上走一走 你怎么知道家里好呢 但关键是你合法去啊 可千万不能翻墙 我上哪去啊 是吧 我是这个外语系 我感觉你也没什么意思 我现在研究生我学了个书法 然后我从一个省人里的 以省命名 对 我以省命名的学校 然后我是半路出家嘛 所以我就去了一个 比较小的地方的一个大学 然后今天就今天晚上嘛 就是老师们就是说吃饭嘛 嗯 然后就谈到就别的系列 老师和我们老师在一块 就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文物的问题 嗯 就是可能沾沾敏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给我抬走 嗯 小日子嘛 不确定的问题 小日子嘛 对 不确定不确定敏不敏感 咱别聊别尝试了 我已经抬走一回来 哦 这不是第二场 啊就 就有很多 就有几个老师吧 他 他 不是很 那个傻 他觉得 崇洋媚外的老师 基本上年龄段都聚集在60号 70号 这些老师今天为人师表 所谓德高望重的 心里面真正崇洋媚外的 大概也还是这部分人 这部分人深深的影响的 所有下面80号90号00号 他们也影响的 如果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个崇洋媚外的人 他们就会 就会这样 就会各种影响 各种给你洗脑 一顿给你批锐 明白吧 这种 要有自己独立的三观 独立 要学会独立思考 就完事了 老师你没啥好 这代人很快 基本上就都下来了 我是觉得小日子从 因为我本科是学的日语嘛 我是 我是知道很多小日子从我们 抢走很多东西 但 这我可没动他啊 我可没动他啊 小日子这些东西还是少聊吧 那个 就有给油条书解开 给阿浅也解开 要不问他俩走不走对 阿浅呢 你上了别整的书来了 你现在整的天天天天我连你 你说白了你好像有点 给我一种感觉 你有点给人刷存在感的钱 给其他钱打开来 不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跟44号在一起 要组合什么我们俩 那你要单独跟我 你要单独跟我闹啊 还单独和你聊 那我问你今天有啥新的新的罪名吗 除了拜金主义 你现在要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们拉团队干 干我一个人 他是不是挺可悲挺可耻的 对所以我是 我是问你要不要拉团队 跟别人一起干我 我为什么拉团队跟 因为你一说话就破防你老扑 我怎么可能会破防呢 现在是已经破防了 不是那我先我先不 因为下面大家挺关心你的 就是你今天没有新活 你是不是你组组织网报 让别人来来来攻击我 你别说我组织网报 帖子你那个视频正常发了以后 你整年门鸡鸡鸡那出路 我难道我发我自己的事 摔罩他也就让别人嫉妒 不可能吧 就可能就是你组织了 你现在是啥 你再给你摔罩 硬就输了 这个阿拉钱肯定有问题 然后呢 对不对 不是你现在是给你的作品 拉抖家来了 要不我让他们点你主页去看一眼 给你点个赞 什么抖家 我自己用抖家吗 现在是你看我的 你别老着急我 我心平气和你老招啥鸡 你老哭啥呀 我没有哭 我觉得你这个 你今天说你这个正义那个 不是我粉丝去骂他 但是做出了事情 能跟正义善良 那一点关系吗 今天我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个什么叫做 俩人吵架先杀路人 哥们你看着来龙去脉了吗 你听着他的亚里斯多德了吗 你听着他都反动言论了吗 啊 什么叫反动 不是什么叫反言论 我什么时候反 反过 我知道 你说这话 拜金然后你说扣我 我冒了我反 我怎么可能反呢 保持客观 在旁边看吧 你要保持客观 我问问你 那怎么在 我的立场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会反的 我今天 我今天可以先来 你想你想说啥 我想说啥 你为什么要带团队干我 哪个就带团队干我 你是不是属于网报了 你这是 你这是违法的 不是你自己在我直播间要的这个存在感吗 不是你反反 什么叫存在感 你带团队来干我 就是你以为你在 你不是上来去大头 我就是拜金主义吗 你吹完了以后 你吹不明了 你天天不明了 开成直播了 你这讲话 收两点理不自己还不知道打击好了 公立主义吗 立即主义吗 难道你不是吗 你脑袖承诺 而是七七八坏了 是不是 打的就是现在给你买瓜籽不行了 必须给你买瓜籽吧 是不是 你七七八坏了 脑袖承诺了 我气啥急 拜啥坏 我又没有联系 你没有七七八坏 你没有脑袖承诺 你带人干我干啥吗 我跟你说 我只举 我只是来举干啥了 你来干我 他就 你别放他面 送你不过 他又说我拜金主义了 你破防啊 你要不破防的话 怎么可能带团队来干我 对不对 带团队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证明 他们是我指使他们去的 而且你的团队都一个比一个低级 你能不能证明 你不要人身攻击 哥们 那人就发表这个团队 就跟我一样 读过亚历什多德呢 我正怀疑他们 有没有在大学里好好说 这个东西了哥们 你就你就现在 我说正常人看你这个头像 看你自己发那个日常 你大眼珠一翻 我发的那些日常 有什么问题啊 我发的那些日常 有什么问题啊 每一问题你是公开的 你就让人家评论 人家也不是使用非法 我如果 我如果真的要蹭流量 我为什么要发 你咋不能评论呢 发那些东西 我要不是怕你破防 我也评论 我如果要真是蹭流量 我为什么发那些东西 讲过没有 那你发呗 你跟我有啥关系 哥们你不是签我MC了 你活不活你发啥 现在是你 我就问你今天 你的小头鹰们 对我 你现在说 你现在说为什么带你团伙来 那我现在 你能证明他是我上来说这件事情吗 你起诉我都行 他说啥 我什么起诉你 你逃到美国 我怎么起诉你 我没问题 我没有身份证 我给你身份证 你该起诉起诉 咋的我不是中国人 你给我身份证 上次你就拱到了 我都不带向你 你上次 我又拱刀了 回国 我都不再说你 你拱到第二次了 来 今天咱 谁也别干了 你看着我发机票多钱了吗 今天就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连迈 而且 看不看着我发机票多钱 往返的5800刀 看见没有 哪里 我发了作品了 5800刀往返的 7 7月当时 当时那小子跟我连的时候 你俩一起连的时候 7月6号 7月6号回去 8月3号回来 5800刀 行吧 掏一半吗 掏不掏 我掏一半 我掏一半 走吧来吧 加微信 加微信的帖子 我线下 我线下跟你去支付去 你为什么不敢加微信 我很奇怪 你拿礼物 你不掏就完了吗 不是你加微信了 我到一半 你哪里不掏 你不一回事吗 你加支付宝也行 为什么你不敢让我加你微信支付宝 我就那一半我认还不行吗 你掏吧 你刷吧 不是你为什么不敢让我加你的微信支付宝 我哥们我不是说不敢让你加我微信支付宝 不是 我说句实话倒加话 我不是刺激你 你有资格吗 你看看看 你看看 你不仅是半街 你还刺激你找我的 就说白了你不敢加 你爸了吧 对不对 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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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拜金主义 行我拜金主义 哥们就是认为物以物的关系 明白了吧 对不对 你就是拜金了 就实锤拜金了 你别滚刀哥们 今天这副职业就是实锤大投影拜金了 这次是大结局 明白了吧 就实锤你拜金了 不管你的讽刺在下面 我本来以为我以为你人不外 你现在你就是拜金主义 我问你 不管你的讽刺在下面 如何无言会主义 你就是拜金主义 你何止拜金 你拜的是 你是拜物教 你拜物你属于何何止拜金 你非得逼我权限你 你哭鸡尿症这时候 非得逼我权限你 掏还是不掏 好不好 我打开麦 你就回答我这个一个字 还有两个字 掏还是不掏 掏就开始 不掏 我给你拉上 我发现我错了 以后为了你的心脏的健康 我不能总拉浅了 你没事 你拉不上来了 他上来要不掏的话 以后就别上我这要存在感 而且 别上我这要存在感 你乐意发什么作品发啥的 谁去评论那是公开作品 你要觉得 你要觉得说我发这作品 你叫你团伙来回复我 或者咋地 你要觉得大头鹰 诬陷你了或者咋地了 你可以起诉我 你说大头鹰这个账号 伙同那些人 你拿证据交给官方 你说抹黑你或者咋地的 要不然的话 你要是怕公开的话 你可以单独公开给你男朋友看 好不好 我现在给你麦克打开 掏还是不掏 就完事了 别哭尽咬定了 怎么的呢 就给进上来了 掏不掏 你给他进阴了呀 我给他我给他解开了 无权取消静音 这是他自己静的音 阿浅你是自己静的音 你点你自己头像 对打开了 出来了 掏还不掏 为什么要给你掏 你加微信又不赶架 请选项吧 大截就已经出来了 实吹半径主义 这就是结局 然后对不对 行对你说的都对 滚出去 对你给承认一下 承认了你说的都对 出去吧 来吧那个优调手到你了 我能说了吧 能说了 能说了 给你插个骨头 前面把你炸了对吧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把你炸了 你你作为一个媒体人 你现在不知道自媒体 啥话能说啥话不能说吗 就用查注意 我自媒体完的时间不是很长 不好意思 我自媒体也就这这几个月 不好意思 呃 我我就是想问一下啊 想问一下 想问一下 前面就是你把格局放的挺大 就是说这这 现在丁胖广场 这几万人就是会造成 丁胖广场没有几万人 就某些情况 啊就就这些人 你你前面不是说几万 现在没几万了啊 不是入境的有几万 那不是全去全都去的丁胖广场啊 啊就是会造成抹黑 那这些人留在国内难道就烂在国内就对国内好吗 那这些人在国内咋的呢我想听听 呃就比如说我看你视频有有做那个呃租车的对吧 具体干啥的我们也都知道 不行了要去国外了 他们这些这批人什么个情况啊 这批人就是呃老家待不住了去深圳 深圳混不下去了去北京 北京混不下去去上海 上海混不下去了 哎想去美国了 那这些人想走线的人肯定是不守规则的 嗯对吧 然后呢我认识的守规则的 没一个会想走线去的 那如果在国内 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截止到你刚才说这一句话 就是给你给你下个结论 你认为走线出来没好人 起码不守规则吧 我我我是 你别管守不守规则里面没好人吗 没有有没有被骗的 有没有意识不知道的 有没有根本不没意识到自己是什么问题的 有没有被人忽悠了的 呃你你指的忽悠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了走线过去就是犯法的 这个还有被忽悠吗 什么叫忽悠我告诉你 就比如我是我今天是干中介的 我个我是给你办旅游签的 啊或者是我我是给你干这个走线业务的 我告诉你到美国刷碗能挣五千的 这叫不叫忽悠 嗯 但是前提呢前提是要走线过去走线是犯法的 对对走线是犯法的 你哥们你别是你别是走线犯法 怎么飞着来落地半遍也不是啊 不是骂娘啊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这里面业务我先问问你 呃我我没有办过这个业务 但朋友去美国的很多都是正规的读书的 就是所谓正规走就是坐飞机就正规了吧 啊你我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他们走的一开始走的也不是犯法 然后骗他们忽悠他们说接下来走走的问题 我说坐飞机只要飞着来都正规的吧 那对 我告诉你 对啊以旅游签的目的过来到打工的 往这一黑的通通就是之属于欺诈签证 这也是违法 对对吧 对 那我也我也只只这批人 对我也是只这批人就是我是旅游签证 那是我做好 就是签证过期留下来 不是不是来烧碗的 哎他们是做好黑下来的准备的呀 你做好黑下来准备的 那你就你就 你这叫城市签了 哥们你当时签的时候 你跟人说我想叫丁胖刷碗了 啊你说这话人能让你来吗 你不得说我想我想上皇室公园举杀金照相吗 对不对 那他就不是诈骗吗 那对啊 那不是吗 那不是一样破坏规矩吗 你说的 对啊 不用区分了吧 所以飞着来和走着来的没啥区别了吧 就是准备好黑的人 对吧 你也不要不要 那就是他准备 你既然已经说黑这个词了 已经说这个字了 那是不是他就是不守规矩了 对啊 那好那他这些不守规矩的人怎么了 你接着说 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很简单 他是因为在国内很多人是混不下去了 或者是没有混到他理想的地步 他如果就是我为了五千美金 可以不守规矩去美国 他留在国内一定也不会守规矩 然后呢 或者是大部分 嗯然后呢 然后这流不就烂着我们自己肚子里了吗 啊所以应该把应该把这个脏水泼出去 泼别人身上 嘛别人回头说你怎么泼我脏水呢 那光有啥关系我都泼出去了 你非得把他弹吐出来 没有泼啊 不毒者而已 完了跟我啥关系我吐出去了 没有没有泼 我也没没把谁绑过去 对吧只是不阻止而已 对吧 是啊 那你那你这么说你不阻止我 我只是让这个队伍里面 让这一部分里面觉得自己被骗的 觉得没认识到真相的 让这些人认识到真相 让他们自己考虑 我也我还那句话 我也没拿大杆上那个边境墙去往后 往回挑 谁要翻墙我光给你处就处回去了 对不对 你所谓所谓的真相就是说 别人骗他说过去有五千美金 你跟他说对你赚不到赚不到五千美金 这就是真相 没人会告诉你你多久能下了身份 你什么时候能回得了国 爹妈闭眼媳妇改嫁孩子长大 你一样都看不着 你挣上这钱你就撒不开这个手 你在本地没待过你就不容易这个概念 十年下不了下不了绿卡他就回不了家 家里有任何事他都没有招 他就只能每个月挣他这汇率差 这我天天都我自己说的我都讲话 我都敢上背台词了 我天天说的嘴皮都磨烂了 完了呢我现在劝那些人看清楚这个情况 然后有一些人选择不走了 还有一些人选择走完了呢 我是个人希望 就因为他们在国内也确实也就这样了 对吧正常人都不会想着黑在美国的 那你那你别管他是不是这样 我首先我问你 是怎么为什么会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面 有一种我国内混不下去 我要去美国别管混得好也不好 为什么会有一种国内混不下去 又出国这种概念 对不对 一切不都源于这句话吗 有的时候选择大于努力 对不对 不是因为这句话的话 会有那么多人选换赛道吗 甚至连赛场都换了 你都不是换赛道了 你说我现在人到中年 我投资失败 我创业失败也好 怎么着一把你换赛道行 你换赛场了 现在是到一个语言都不行的国家 他到底行还是不行 那不明摆着他吗 你连合法身份都没有 你连国家都见不了 你拿什么去工作 这话我说的都已经不愿意再说了 哥们我这话用你再重复一遍 我知道他们去美国一定是不行的 或者说百分之80是不行的 所以看着他们出笑话 所以看着他们走着一道欠30万的巨款 看着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不该说别告诉他们 他们是垃圾 他们该优胜劣汰物竞天择 自然法规 不是在今天这个年代 还还在做这个梦的人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劝他 有很多人现在和以前不一样 他们看我现在今天最新发的作品 这河南大爷 这大爷他这辈子也没错过上国外发财的梦 谁给他画的这个饼啊 对吧 你不是互联网上这么多驴马烂的画饼吗 分逼税不交 拿现金拿手上 框框跟着显摆的 对吧 上操事去拍物价的 不说实话的中介 夹带私货 以旅游名义到美国打黑工的这些中介 那些驴马烂的主播 环球主播 告诉你加他 加他威可以卖攻略的 不是因为这些人吗 因为互联网上没有另外一种声音呢 所以我站出来了 这不是这不一切都合情合理 哪不合理了 那我我说我该说就没毛病吗 是不是 可以可以 我被你说服了 我觉得 如果是河南大爷这种 我觉得应该劝一劝 对吧 我告诉你这种像河南 你再往前翻 云南包子铺呢 你看看 烽火你看看 盖利学奇才你看看 这里面哪个人实恶不舍到你说那个地步了 不都挺单纯的吗 对不对 那可能我刷的片面了 我刷到那个做什么租车的 但我们我都知道他干嘛 租车的那种是 那但是属于自命不凡 认为自己兜了兜了有俩子 七百万人民币 拿过来狗袋不是我当场就教育他了 然后呢 他在国内做的就是现在这个行动 我们也都知道是怎么赚钱的 就我觉得这种人出去 他在国内 他在国内还会想办法赚钱 对就是你 我跟你说我最开始 我最开始的时候 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跟你说一个最基础认知 我认为最开始我认为走着过来的 是属于被逼无奈 是属于各个都是好的 我在这些走着过里面 也见到了很多 我认为连帮都不值得帮的人 但是我也我也意识到了 你当你发现这些人不是全部的时候 你也意识到另外一部分是什么人 是真的来了门头肯干 一来来来会说说 啊三千五挣不着了 多钱呢 两千五行 就去干去了 这是属于一路过来就是跟傻子一样 就样人骗了 难道因为他因为他好骗你就你也骗 因为他他好骗他可气 你你就踩他 对不对 那刚刚该说的话咱得说呀 什么叫我心目中什么叫正能量 正能量 正能量就是我可以抽你巴掌 但我不能为了你 我不能为了坏你 对吧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打得你直哭 但是我不能为了打你而打你 对吧 这是我心目中认为的正能量 那我认我认为就这些人在不清楚美国情况 不清楚未来情况的时候必须得做很多人在出国 就像我今天跟你说 你对于签证这块你都不懂 你想那些大哥他能懂吗 他不懂的话 他们是不是还抱着那梦 我跟美国吃点苦 刷几年晚 回头给我媳妇孩子 老爸老妈全借去 感谢多多了 但是我不懂如果我要出来我可以问清楚 对吧 123都问清楚 你你问清楚 你问谁 如果不是大头鹰在这的话 你问谁 你问中介吗 你问环球旅游主播吗 家里家里人就有在美国 同学也有在美国 那你那算我我说好听的 你算混的高端的了 那这辈子都不知道美国可朝哪边飞 美国各哪个州都不知道的 那不大有人在啊 对不对 美国是什么政策根本不知道的 他们从后来晚上看见的美国就是美国两块钱一磅的猪肉 美国一块钱一瓶的牛奶 美国是干个刷碗工一天能拿一达子钞票 他们的美国对于美国认知就这么就这么点 有很多人连这认知都没有就已经上路了 是他可气啊 是他他他他他这个你这个脑子也太简单了 你想太简单了 难道他该死吗 那不也不该死啊 对吧 难道他该欺利子汉也不该啊 他但凡有国内他他要有能力的话 你说就是一言就一点不说 哎确实哈 那不行我干这也行 不用来了 得了呗 何家欢乐了 那我该说说我的呗 我该先劝我的呗 难道不该吗 还是说明天我你像你说你不用劝他吗 明天我也去拍我当美吹去吧 我给我能我能做出最高端的美吹 因为我在美国待时间挺长的 除了这种超市物价以及手上的现金 我能拍出很多大家绝对非常动心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都都劝大家来 来了以后都他妈气离子散 那能行吗你说 但是你现在说的一些情况和我之前 我也就是看你视频啊 那些人脑子你人的大部分的脑子 确实不清楚 我觉得留在过内就这样了 就算你劝不住他 借他一个人劝了直播间的其他十个人值不值 你也别说欠十个了 就算你说不听他 你通过他把他没劝住 他出来了 你劝了另外一个劝住了 这事值不值干不干 做不做得过 明白明白 我是觉得希望这些人就不要留在国内了 但是但是个个人有个人想法吧 包括刚才霞义哥对吧 你把鲁迅都抬出来了 我也没话说 我就知道你得嘲讽 志兵救人 我就知道你得嘲讽 你行你嘲讽他了 霞义哥破房了 然后就是就是咱们先讲话说到这地步了 就是再来又开始做饭 你也不要说嘲讽了 你下面的人嘲讽我也够多了 人不正常吗 出来就是要准备被嘲讽了 因为你听的少 我这么说吧 因为你听的少直播你听的少 等你听个三天五天 你听个十天半月的时候 你发现原来还有这种人 哎呀你看这人其实他没那么可恨 他傻了他不知道 就是脑子不好 你逼他惋惜了 等你听着这种人听多了以后 你就知道为啥还跟那劝了 要不然的话 那你来了以后都咋的 真说大把的班等着他们去干去 大把钱等他们赚去 我拦不拦有啥用啊 他来他的吧 我能拦住吗 对不对 对啊 我想你拦他干嘛呢 我拦他干嘛 因为他做的梦不切实际 五千真的刷碗能挣五千吗 两千五千都费劲了 对不对 没人说实话呀 如果中介真的说实话的话 会是怎么一个场景啊 是不是 好了明白了 算不算原地出院呢 不浪费你时间了 没事 你算不浪费你时间了 不浪费你时间了 还有怨气什么东西 我没啥怨气 我有啥怨气 我出来 我出来想怼你两句的 那我就准备被怼回来 不正常吗 我没怼你 对吧 我认为他跟你讲道理 我根本没对 我根本没对你 没就你的观点 发表任何言论 我要发表言论了 你就该破房子 因为我就 就像上一个钢台 那是瓜瓜给人一顿扣帽 你就破房子 没预要 有机会多听听吧 好吧 好谢谢 好嘞 你踢我出去吧 谢谢啊 算了没必要 没必要 愿意听你可以在下面听 阿浅是天天上来要画面 才踢的人 那个怎么事 朝麻塞雷 你俩是什么意思 你俩怎么一起 后半夜一起上来呢 塞雷到欧洲拉 不是 我不是自愿上来的 我不知道被谁拉上来的 你还不是自愿的 完了上来 上来那个摄像头 也是被也是被管理员 强行打开的吧 对的 不小心管理员 他们不小心把我摄像头给打开了 那个屋里面的摄像头 他后半夜吃饭有啥 有啥缺点的 下午下午都不行 那粉丝要求的 然后我就拉上来了 再来别尿了 我早还洗澡了 有点声来了 朝麻是来吹羹的吗 朝麻 朝麻怎么不给人打开呢 朝麻 朝麻你不是朝麻 你自己不能给自己解开 你不是管理员吗 我不是啊 我自愿来 我排卖一排上 你可公平打个字 你自己看你是不是管理员 大头用破房了 不敢让我上麦 害怕我抢客户 把我抬上来还故意给我 还故意给我关上 装的好像 你是不是来吹羹的吧 是不是要美国 美国骑日游第二天吧 对对对 一方面吧 第一天安排挺满意 第一天挺满意 好多人都来问我要 那个七皮梁的吊甩的袜子 我回头都给你们安排上 行 咱这样是 咱再烙一会儿 烙到两点吧 今天咱早点 别天天顶到三点钟 好多人都不知道 后面还有故事会环点 咱们烙到两点 如果没有患者没活儿的话 咱们就直接就美国 美国七日游至第二日 行吗 行 我针对刚才那个油条大哥的观点 输出一波 就是 油条大叔都治好了 你别给人整复发了 放心 大头鹰一直以一个特别慈悲的心态 看这个走向人 他觉得可能有很多人是什么 河南大爷这样的 什么包子云南包子铺这样的 就是能告诉 又要给人讲 意大利黑 那个意大利黑老板了 手工沙发了 又整个 没有他觉得就是能救一下还救一下 这一点我是跟他有分歧的 我个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这人不慈悲 我比较极端 我个人觉得2023年的今天 还能走向的 要么屁股歪了 要么脑子坏了 就肯定是这两个原因中有一个 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 既屁股歪了 又脑子坏了 但是 所以很多人可能持跟我一样的观点 所以就跟那个 刚才那个油条书一样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是 这伙人在 在家里面也偷电瓶车的 录贷款的 用垃圾 为什么不把这群垃圾弄出去 所以很多人持这个观点 但是 人家不说环境能改造人吗 就是 环境能改造人 确实改造了 自己动手封衣租食了 咱就说是谁 干上活勤勤恳恳了 这劳人怨了也 你看没看 对 他在国内是垃圾 就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一个点 可能不了解国外这伙人的情况 就是这伙人你们以为他们在国内是垃圾 把垃圾扫出来的 让他们在国外当垃圾祸害大漂亮 这不挺好 关键这伙人在国内是垃圾 出来都是 就 善解人意了 任劳任怨了 他就是劳谋了 在国内天天抱怨996 天天抱怨那个什么 打黑工刷完一天12个小时 绝口不提996的事 所以 你以为你扫出来的是个垃圾 其实 人家到这边成劳谋了 人家被资本主义建设 天专家瓦了 说到这可能还有人说 哎呀那又怎么样 让他干你 问题是他要光在美国当劳谋 那也挺好的 算是环境改造人了 对吧 就您 还是资本主义会改造人 咱家不行 但问题是 这伙人不光出来当劳谋 哎 反手他还干什么 哎 给你那个美超整个扇子啊 甩一甩拍个视频 你这是 你这是把所有仇恨都拉到一本人上来 这是把所有仇恨都拉到一本人上 把所有可恨的人全都全都形成成一个人了 你这不是 哎 这一波人身上高度集中这些特质 在外面给人当着劳谋 还给给给人义无尽孝回来 哎还在网上 我不知道你意大利的 今天我要跟草麻观点碰撞一下 我不知道你意大利那边是什么风 什么什么样的风向 葛洛杉矶我可以这么说 拿钞票出来限的 没有几个是走着过来的 走着过来的不敢轻易拿钞票出来限 连自己的位置都不敢暴露 你知道吗拿钞票出来限 都是所谓跟本地混过一阵老移民 从他们身上找存在感的 那种是真的被真的被走过来 的人抢了饭碗的 才会拿钞票出来炫疯狂 打击这些人自尊心的 在意大利这边限的都是打黑工的 尤其拍超市的 百分之百的都是打黑工的 因为他们去的那些超市 打明两人一条 就是稍微过得好的 不去那种超市 咱不说大家不认识的 你不是蒋师拿钱炫过吗 蒋师现在干小工也挣上钱了 他炫了吗 蒋师没有 同样是打黑工的 不敢不出来炫的有的是 他不是说不出来炫 他也害怕 他也不会去拿去炫去 他就是奔着来挣着的 就达到目的了 他炫的意义是啥呀 炫的意义不得是找存在感吗 存在感从哪出啊 不得从把别人比下去上面出 这点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他们炫的意义是找存在感 我还真不觉得他们找存在感 你不得干什么 就是为了 就是打舆论战 就是为了故意恶心国内的人 那你这样子吧 那今天在线的粉丝 回头你们 爱他我的视频 你们爱他炒码也不然炒码看看 哎呀他们老爱他我 每次爱他完 我了我再去看 我发现人都把我拉黑了 十个爱他我的视频 九个把我拉黑 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在 他还是手 我现在抖音我根本就不正经刷推荐页 我也我没有正经刷的 我就刷爱他我的就够了 世间百态我都看了遍了就 对我每天也是就看爱他我的 爱他我的一半以上都把我拉黑了 反正我我估计就是我 就我名声不好吧 人家一看在评论区有人爱他我 人家上来一手就把我拉黑 他把你拉黑 对他把我拉黑了 所以每次爱他我的人 我再点去那视频 视频就不存在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是人把我拉黑 我还想着 哎呦这视频违规了 后来一想不能够啊 十个九个全不存在呢 所以我说这伙人就是 你把他放家里面 他顶多偷个电瓶车 他顶多撸个贷款 咱进行一下劳动改造 教育教育还行 你放出来以后 人家出来干着劳模 完了还干着反贼 然后还在网上 个应着你普通中国老百姓 放出来的危害 比把他们哥家里的危害 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放到家里面 顶多也就是个废人 不为咱家建设 添砖加瓦 倒也罢了 你说透个电瓶车 那录个贷款能有多大危害啊 这不还有改造机会 一旦放出来以后 我跟你说 那在咱家啥都不是的 出来以后一个个 我跟你说 摇起中国人来 都跟恶狼一样 当然我不是说百分之百啊 但是绝大多数吧 至少我身边接触的这伙 至少意大利这群打黑工的 最恨的人一定是中国人 相信我 所以 所以我是很赞成 像大头鹰那个什么 大头鹰 劝他们不要那个什么 但是出发点不一样 就出发点不一样 但是你现在做的 我是赞成的 就好像按垃圾 把他们扔出去 我最开始 其实我不知道 你咱俩认识的 也不也晚 我最开始 一说那个走线 一说啥的 确实是鸡头白脸 怼过人家 后来吧 我自己是有有改观的 因为有很多就是说 哎 婴儿我想走出去 完全一了解人 人家情况 我发现你真的不能一概而论 你看我举个例子 当时那个 云南包子铺的姐妹连 说他老公想走出来 那照我 照照照 你就说照我了 照你说的理论 我应该 框框给他一顿骂 对吧 那你我是 我对你一顿我也骂不了 完了 我一了解完人家情况以后 我觉得 确实他是认知问题 他是认知 他不懂 他不是坏 对就我说的 就我说的两种区别嘛 他跟坏有啥关系 挣不来那些钱 要么屁股歪了 要么脑子坏了吗 脑子不好使 你说那个是我归类 在脑子不好使那一伙 脑子不好使 那你不能骂一下 你骂他就醒不了啊 你反而越骂到时候骂完去 哎我就跟大头鹰致死口气 我就要出去 我就要出国 你这不是 对不对 你这不是适得其反了吗 你真正目的 如果是为了劝的话 那你就选一种他能接受的方式 你劝反的这个行为 我是赞成的吗 所以我不干这个事吗 对啊 只要所以是真正目的 是为了劝的话 他一定选了他能接受的方式 我不劝反吗 我聊别的事吗 但是你劝反的你治病这个事我是赞成的 是吧 是吧给他们 我认为还是致一致 然后而且我 现在就是来的人 就没有几个 走过来的没有几个跟我连过脉的 哪几个上来自己找喷 我上来几个问题问完 人现在混啥样啊 挣多钱呢 跟理想一不一样 你把自己找丢人 没有几个走过来连的 都是要不着工资了 或者咋地了 没钱花了 才会找找我这找我这连卖的 我跟连的一般都是那种有想法没处理的人 所以就是有想法没处理的 我认为我在我默认的概念里面 这种还是好人 对吧 对所以我说你比较慈悲嘛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慈悲 不是不慈悲 就是我是 就是我这人最大优点就是 我愿意骂人 关键是我发现有些人你都骂了 他难受 对 我是愿意骂人的 我实话是说 我愿意骂人 我打王者荣耀 我玩多长时间 我能骂多长时间 我是愿意骂人的 但关键就是你不能为了骂而骂嘛 对吧 你不得选一个他能接受的道吗 你好话 你好话说了 反正他一样都是听进去了 反正他不走了不走了 那就选一个他能接受的道去说去吧 你要不你就他接受不了的话不白说吗 是不是 我嘴皮也磨破了 完了显得好像他们都是傻子似的 没必要 我现在多温和了 你看哪有像大王那时候那么激进的 大王我说实话他也不是坏人 他也不是坏人 他只是他只是认知认知啥 你框框骂完他以后 我都怀疑大王现在属于已经在走的路上了 完全没有起到自己想起的效果 你行行的 就是我要是大王的话 我官方人骂完 但连麦以后天天问 大王你不是不然不然去找大头一人去 你天天你这么整我 我天天我不如走出去了 你一万一一击杨法库 只给他给他击出来了 能不能被达到目的吗 那不是 就是我天天骂我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至少在这个互联网上 不能让这群反贼的气焰这么嚣张 你说的那些人确实也也确实是可恨 因为这里面确实不乏那种思想特别歪的 就是说说白了我都我也看着我 一发作品 在这个互联网上不能让我 我都想扇他们嘴巴 对不能让普通中国老百姓说不上话 这种他们也不跟我对线 整个的生态让这伙反嘴把控的怎么可能 就让他们形成一个心理上的威势 让他们知道就有我这样的 他们一露头我就令啥破码张飞 我就不分青红作白 我就极端 我觉得也行 就你是菩萨第一位 我是金刚怒木 最终一个目标还不都为咱家好吗 对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我就主打一个仁义 主打个仁义 我心中有我心中的仁义 该骂骂该叔叔 我主打的是以恶制恶 你主打一个以暴制暴 应该理论上来讲 程序上来讲应该是这样 我劝一下吧 劝不好 对对 我就是至少在这个气势上 得把他们这个嚣张天天拍一块钱牛肉 拿个扇子山峰这个嚣张的气焰的 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是这个是我跟你绝对是属于站一边 必须得垂我天天嘲访他们 他们也不也不来跟我对卖了呀 关键是 要让这伙人知道一露头就有人骂他们 啊 我骂了也不当回事啊 关键是人家不打我当回事 有点打我不理虚子了有点 我骂了 我天天说拿签子拿扇子那个钱整成扇子 人家照样拍就好像我我可能多想了 虽然人家视频也没爱他我 我发现他们拍这种视频是他们笑的 哎 就好像点像大头鹰扶扶扶 哎给我整个给我整破房了 你怎么还怎么还嘲讽我的 你哎我都我我骂骂不了我 人家不搭理我还给我整破房了 你这不要命了吗 你想说他怼都不连你大哥那个想话刚才那个 力度还不够 他要怼朝妈我都连了哪个没连呢 你自己连十明日都没十明日上不来怨我呀 那是骂的也不够狠 就是我都我都说了 就是不够狠 我就说了今时今日在美国 拍钱的 有人说我是反贼 来我直播间捶我 就是今时今日拍钱的 拍美金的拍钱的 拍超市物价的 今时今日拍这些的 如果你是吐槽也好 你是咋地也罢 你让大家有正确认知 我觉得没问题 如果你是为了 你是为为了就是 讲话那评论里面我都看着 啊 可中国能买啥那种 你都屁股都坐歪那种的 给你们堵台为啥不上来说呢 对吧 给你们地方为啥不上来说 你们心里想说的话 何必在那拍个超市东西 阴阳怪气的呢 是不是 你就是这种人 他也不来我这 等不着 你骂完他也不来 白扯白说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见不光老鼠 不能锤 啊 我就拍物价 我就跟你疯狂对比 美国一小时购买力 就跟你讲那个 我问你是不是吧 牛肉猪肉是不是两块 牛奶是不是一块 啊 你说你不用说别的是不是 是 那其实你说他这么真这么说 我说啥啊 你你你 曹妈 你说啊 他他真不说话 我说啥啊 你告诉我 要不当我他俩半眼下的 哎 哎 你这样是吧 哎你这样是吧 既然没患者 那不行的话 我我当患者呗 我问问你 我骂你呗 对我骂你 不是我骂你 我说你了 你来咋呗 行了 那你看我这么说 我问你 就是拍超市购买力这个 加州一小时实行16块 16块钱上超市 确实能买两斤肉 还能买着 还能买着水果 还能买着牛奶 嗯 道理 咋的了 嗯 确实是 物价就是这个物价 对啊 所以这证明你也不能老给人义务尽效啊 那主人好歹给你打个折扎 给给你点便宜物价 那跟他有啥关系 我只是告诉大家 同样是干击小时工 我在美国能买着啥呀 哎 对啊你 所以说不能老让你义务尽效 你不要在他们的逻辑里绕 你上来就直接骂 啊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 一个说 啊你看那个什么 意大利景区 意大利景区什么不收门票的 那我上来就问 哎呦 那门票收个撒瓜凉草的 人家肯定看不上这个 有你们这帮义务尽效的孙子 是谁收门票钱 你不要 那不是 那不是属于就直接人身攻击了吗 那不就 那不就让你举报抬走了吗 那不是人身攻击啊 就是纯人身攻击啊 就是 但不要骂方法 金刚 金刚怒目以暴制暴主打个近身暴击 就是打暴击 就是 根本就不给你走震动 你也不 你也不回嘴我 一块钱的牛肉了这种呢 讲道理没有用 那我那你看那你如果 我真说我是惯者的话 你看 啊 那个叫啥来的 怎么说的那个 哎我突然忘了大王说的啥来的 这是破坊的那个咋说大王怎么说的来的 兄弟们怎么说的呢 突然间一下猛住了呢 拜金 啊 破大王怎么说的 对大王怎么说 是说 那 那暴跳如雷了 你攻击我 对啊 暴跳如雷了 对啊就是暴跳如雷啊 哪个正常人见了你们这群不吃狗粮的义物狗 不暴跳如雷啊 谁见了你们这些狗 谁不暴跳如雷 谁不是中国人呢 对不对 我当然 我每次都暴跳如雷啊 我还气急 我还气急败坏呢 我 我 我虽然说也骂人 但是我总想 主打个礼礼服人 如果上来直接就骂的话 嗯 就是这会儿就我就不解建议就直接放血 本没法治了 就直接放血就不用跟他掰着 不用跟他掰着直接就哭哭就骂他就完了 对一直有人嗷嗷说我是高华高华高华不要从字面上理解 也不是高级华人 高华的一个前提是深度反华 不是说在国外有两千都混的好的叫高华 那个黑工里面打黑工的也有高华 你看这小子又啊 连我我给他治治病 来来来来来 来来 我我连你他妈两回了 我连你两回了 你不上了呀 今晚就讲了 我可以在欧蓝干什么 那我 Producer 帮你英语 跟你们一起了 な tá 有请兄弟的 evolution 行 Show 我关注你这个 contents 一直播间很久了 就是有时候经常看一看 不用给我面子 给你的 首先呢他这个上来就是 是把他这个打着这种 爱国的这个口号 然后呢一直在这里说了 大概二多分钟一直在这骂人 然后骂这些在出国的 这些不管是怎么方式出国的 就说是垃圾 不要管 不管是什么方式 怎么到你这就不管是什么方式出国的了呢 这有点下三滥了 我骂的一直是违法走线 合法的我是鼓励的 中国都 已经对外开放这么多年 都已经写入宪法了 我们还一带一路 国家都鼓励大家合法出国呀 我骂的是违法走线的呀 怎么到你这就变成了 不管什么方式了呢 这有点下三滥了 那你说这些人为什么要出来吗 我已经回答了呀 要么就是屁股歪 要么就是脑袋坏 对吧 要么就是所有人 就是你认为所有这样出来的人 要么就是屁股歪了 要么就脑袋坏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是啊 没错 那我接下来想说的一些东西 我可能我如果说的话 这个直辟人可能就没了 别的你绕一绕 不是 哥们你俩吵架没必要威胁我吧 你你绕一绕呗呗 不不不 你换你脑袋 你比喻一下子 我比喻一下子啊 就是啊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三号卖这个什么潮什么 你是在国外对吧 不是 铁子你连妈都不认识吗 啊我我并不想 因为他这个他这个名字取的啊 我们跟不成人人 在这等了 行你说吧 你在国外 那当然你能 对吧 你能看到很多的信息 那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 去年 去年咱们这个河南省的富士康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吧 我就不多说了 那如果说多了也 也播不了 然后去年乌鲁木齐路 上海乌鲁木齐路 然后还有乌鲁木齐市 发生了一些事情 难道你看不见吗 我看得见啊 我因为乌鲁木齐的事 我的号被炸了呀 我知道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了 我总结了一句话 你们认为 就是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 你明白这个意思吧 趁火打劫 大家看到了 一上来提乌鲁木齐的 为什么你们就认为 这么粗的人 为什么你们就认为 这些粗的人就是不爱国 他就是这个是吧 他就是 粗了他就是反贼 他粗了他就是屁股歪 粗了他就是脑袋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这么这种 你又混淆概念了 我一直说是 违法走线的啊 不是出来的 我也是在国外的人 对 就是首先的 对 那为什么你要 为什么你要给这个群体 对 为什么你要给这个群体 扣上这么大一个帽子 因为首先 他们的一个最基础的 走线就是违法 能违法的人 一定是 这道德有问题的 我想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 在这个群体当中 当然我对这个事情 是非常了解的 你知不知道 在这帮群体 还有5%的人 我来给他 他是有真实经历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的一个三观 我的一个三观 我哪怕是斗鹅 我也不能违法 我从小接受了 你们真的是站在 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 怎么怎么给我 筹码给我 筹码台了 那个哥们 那我说到你是怎么 你是没消息我 你怎么给他治病 不给我治病呢 要不我继承我筹码一致 你看行不行 我是想跟你 我也想跟你聊一聊 说实话 但是我 我之前是特别 不喜欢看你的直播的 我也没看过 然后呢 后来最近我 嫌得没事干 我也看了几天 然后呢 我也特别想给你连一连 你的目前 你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只认同40% 你讲的 这么多了 对 但是呢 我一直 我特别不喜欢 你们讲的一点 就是你们把整个群体 就是这么过来的 走线也好 不是咱俩现在 刚才超妈跟你摆一车的 这个话题 你现在能 我非常害认可一点 就是说 不你听我说完 我非可认可的 你说的一点 就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这个旅游过来的 对吧 旅游过来的 你认为也是不行 这一点 我是比较认可的 但是你们可以说这些东西 但你们不要把整个群体 全部打上这个 同一个标签 这是不对的 打同一标签 这确实 我说实话 你如果从性质上来讲 就是他出国的这个方式 然后以及他走的这个 走的这条道 没有区别 你就打不打一样标签 他们没有区别 但是从人上面来讲 确实分别很大 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什么呢 比如说跟你一样 肚子里有怨气的 我说你肚子里有怨气 你承认吗 说实话 我并没有什么怨气 因为我是说 那你不承认 我就说肚子有怨气的 走着出来的人 很多肚子里面有怨气 这个我明白 而且我给你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我对于走线 我比你懂得更多 因为我就是你们口中的中介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中介 你是哪块区链的 哪块区链 我就不透露了 好吧 就不说了 但是我很欣赏 你能够那个开诚 不跟我坦诚的说 说自己是这个区链里面的 好 那我想问问 你接触的这些人里面 他们都有啥故事 就主要主要的 咱按百分比来说的话 都有什么故事 有什么故事 是真的不能逆短的 说是我国内确实是 咋低了 确实大概只有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 他确实是真的有 那些东西 其实你们心里很明白 好吧 你们心里很明白 确实这个东西是有真实的 所以我非常看不惯的一点 咱俩先统一一个概念 咱俩先统一一个观点 如果说面临选择 不管是从大人的层 咱家大人层面也好 从咱们平头百姓的层面也好 如果面临选择 一定有意味着有一方没被选到 如果顾全大局 一定有少数没被顾及到 这你承认吧 我是承认的 对吧 所以说每当有一次 每当历史也好 或者怎么着也好 他有选择的时候 他